美国对台湾战略模糊的危险 来源 The Hill 作者 Joseph Bosco 当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上月底 在新加坡会见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时 他听到了北京灌场的预先投诉 指责美国有敌对意图 遏制 包围等 以及美国未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不诚实行为 这种指责已经重复了太多次 以至于许多美国人和其他人都开始接受他们为历史事实 中国的所谓受伤敏感度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 取决于共产党领导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宣传 不诚实行为的指责 源于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 共同撰写的重要文件上海公报 这是美中台关系中的原罪 为了弥合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裂痕 基辛格使用了他 尼克松总统和许多人认为是辉煌的文字技巧 在联合公报中 中国明确表述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早已回归祖国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 一个中国 两个政府 两个中国 以及台湾独立的活动 或主张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这种语言被浓缩为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显然 基辛格对中国关于台湾早已回归祖国的历史 误数没有意义 事实上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日本投降中 曾自1895年以来 将台湾作为殖民地的大日本帝国 仅仅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 而没有指定哪个国家现在对该岛拥有主权 面对中国明确的声明 美国方面温和地表示 美国承认台海两岸 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 美国重申希望 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鉴于这一前景 美国重申最终从台湾撤出 所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目标 同时 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 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部队和军事设施 美国的这一简短表述 被称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北京经常将其与自己的立场混为一谈 作为移民前哈佛教授 尽管有德国移民的背景 但基辛格的英语非常流利 他肯定知道acknowledge 承认这个词有几种含义 其第一个定义是承认真实或正确 北京立即接受了这一含义 认为美国同意中国的立场 acknowledge的第二个字典定义是表示认可或意识到 这是华盛顿几十年来所支持的底线观点 其他只是注意到了中国的立场 但并未同意 但北京和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接受这种语义 上周 总统拜登在过去两年中 第五次被问到 美国是否会在中国攻击台湾时进行防卫 在前四次中 他明确回答了肯定 随后白宫和国务院官员迅速稀释了这一信息 称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但并未解释政策是什么 这次 拜登并没有明确承诺直接保卫台湾 只是说他不会排除使用美国军事力量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对拜登更模糊的声明进行回撤 鉴于他四十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记录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阿富汗和乌克兰 中国有理由相信 当局势紧张时 如果他对台湾采取公开行动 乔·拜登会退缩 他广泛宣传地对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 反映了其智力和道德上的瘫痪 这使得他的政府无法向乌克兰提供战胜俄罗斯所需的装备 但正如前印太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周所说 战略模糊已经过时 现在是时候转向战略清晰了 这不是哈里斯第一次敦促加强对中国冒险主义的威慑里 在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期间 他于2021年9月表示 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我们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最近在华盛顿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 错过了向中国传达重要公共信息的机会 王毅表示 这种关系需要两国按照中美三份联合公报的规定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及时代气候形式 根据会谈的公开报道 布林肯没有指出中国的威胁行为 与该声明中的任何内容 包括三份联合公报中的内容不一致 美国在这些公报中 反复声明台湾的命运必须和平解决 布林肯也没有提及台湾关系法 该法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自卫武器 并要求美国保持抵抗任何诉诸武力 或其他形式胁迫的能力 同样被忽略的还有台湾关系法的语言 即美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基于台湾未来 将通过和平手段决定的预期 为了使美中关系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美国需要在许多方面向北京澄清 并且如王毅所说 要与时代气候相一致 台湾现在是一个充满活力 完全成熟的民主国家 人民掌握了主权 他们反复选择自由而非暴政 美国必须帮助捍卫 这种自由 本文作者Joseph Bosco 曾于2005年至2006年 担任国防部长的中国事务主任 并于2009年至2010年 担任亚太地区人道主义 援助和灾害救援主任 他是韩美研究所的 非常助研究员 和全球台湾研究所的 顾问委员会成员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